台东长宾乌十比港区 8号上午金船有钓客落海 消防队及海巡获报之后 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出动救生艇救援 所见钓客落海时身上穿有救生衣 可以浮出水面来呼吸 才让救援任务顺利完成 一名钓客在港区外约200公尺的海面上 载夫载城 不时挥舞双手求救 甘地现场的海巡及消防人员 迅速确认钓客落海位置 出动海巡艇前去救援 没有参与 目前救生艇进港 将落海送至救援车 经过约40分钟时间 顺利将人救起返回岸上 这起落海事件发生在8号上午 一名钓客在长滨乌十港鼻区垂掉 胡胜被浪打入海 所幸落海当时 钓客身穿救生衣 可以浮出水面呼吸 增加救援辨识度 才让救援任务顺利进行 吴石碧案检索 地鼠海巡队及长滨消防队 前往救援 经抵达现场后 发现落海民众位于 吴石碧港区外海约200公尺处漂浮 7点53分 由本队及消防队同仁 共同协助将人员拉救上岸 返回吴石碧港区后 经评估人员生命迹象状况稳定 钓客落海事件频传 去年12月间 同处海域也发生一起 钓客落海失踪案件 台东消防队及海巡队 共同呼吁民众 享受钓鱼乐趣之余 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穿上救生衣 多一层防护 记得夏佳慧 长冰箱报道